大年初一试手气 民众最期待的春节福袋时间又来了 今年远东百货花莲店推出了 1600元的金牛福袋 预购加现场一共有1000份的名额 有机会享有三次获奖的机会 而特别奖也将会抽出两名得主 1月21号开始开放预购 民众可要把握机会试试手气 圆柏花莲店今年推出moshi moshi 近年有福袋三重抽新春福袋 1月21日起开始预购至2月11日 1000份1600元的福袋 享有价值7980元的蓄勒羊毛贝 以及200元餐券 2月12日大年初一还能参加三重抽奖 将特奖哥哥肉电动机车货 168000元的圆柏商品券带回家 7980块的羊毛贝 只要1600元就能买得到 那不止这些 我们还准备了150项的金牛抽奖礼 总共价值就已经到了70万了 那算一算的这个几率啊 中奖几率高达15% 不到7个人就会有一个人中奖 我就是从台北来到花莲 我保证各位 在这两年之内 我会尽量引进台北有的人来到花莲来 让各位花莲相信不用跑到台北 但花莲原版就能购买得到你们想要的品牌 OK 谢谢 因为我们今年把它拆成双特别奖 它整个的价值 其实我说过了 刚才整个的价值其实是70万 是比去年的那个车服的价值还高出30万左右 所以其实不是讲这样缩水 是我们要提高中奖率 要大家的中奖率都提高 然后那个一千份的那个来抢购福袋 新衣服来抢购福袋的中奖率能够提高 其实目的是这样子 对 会会更多的民众 而不是只有一个人 新人店长黄永芳表示 花莲原版防疫措施不会马虎 绝对要让花莲民众逛得安心买得开心 而日前新潮牌专柜进驻 一开幕就吸引不少花莲相亲 店长黄永芳也提到 未来会持续进行更多知名品牌 让花莲人不用到外线市 就能再原版一次买齐 记得讲帮彦华领事报导